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其实这个我们在国中的时候 就已经了解了PASCA原理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首先我们看到PASCA原理是怎么讲的 他说我们如果在一个流品上面 我们有一个活塞 OK 那这个活塞呢 上面我们是一个例 那因为这个活塞上面 它其实是空气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活塞上面的这个压力的话呢 是P0的部分 那我说在这个意面底下 1.A 你看这是一个流体 在这个意面底下1.A的部分的话呢 那它的pressure是多少呢 它的pressure 所以我刚刚我们已经了解了 腋下的A点的pressure 应该是地面上的这个 这个压力再加上Rg 然后我们说这一点 距离这个活塞的高度H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 当我们力还没有湿进去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外面的压力啊 我增加一点点 我把外面的压力呢 增加一点点 那就是外面的压力呢 如果增加肥胖P0 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说那这个肥胖P加进来以后 在A点上面 它感受到的是怎么样 它的pressure是怎样 那首先在这个问题里面 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的流体啊 是不可压缩的 OK 换句话说 我在加压之前跟加压之后 它们两个的这个density 是几乎是一样的 我来讨论这个问题 OK 换句话讲 我说我的pressure 再加P加Δ以后 A点的压力呢 那就是等于P加P0加ΔP0 再加上VoClung GH 对不对 就是外面的压力 那我们因为 Rho跟Rho 好像是差不多的 所以P0加ΔP0 再加上RhoGH 这是我们了解的 它这个实际上 这一项 加上这一项 加上这一项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PA 加上一套P0 它这句话说 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 这样子的意思是说 原来我们还没有加压的时候 没有另外一个压力给它的时候 这是A点这一点的压力 到你外面多加了ΔP0 也就是多了一个force给它以后 你会发现 里面A点的位置 也多了ΔP0 所以外面给的多少的压力 里面的个体 就接受了多少的压力 它就传递下来 在这底下 而且远远本本的传递之外 原来的PA 现在已经变成PA加上ΔP0 因为外面的P0 已经外面的压力 已经从P0加到ΔP0 里面也就从PA 改变成ΔP0 所以这就是Pasca原理 我们把它直接把它卸起来 就是你的pressure 你加给这个一个密地的flow的时候 那这个pressure呢 立刻传递 而且不会消失 好 点同这个 液体脚面跟这个每一个墙面也是一样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眼睛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说 假设我把我的装置呢 改成是这样子 我说我把我的装置呢 改成是这样子 那这都是六 两个活山 那里面呢 全部通通是流体 那全部都是流体的情况之下 假设我现在说 我在这边 C的3 P1 那这个P1的部分呢 是等于单位面积的F1 ok 那一旦失进来的时候 我们刚刚已经讲 外面加多少的压力进来 里面就传递过来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 在这边也会有P1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如果你这边会有P1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里的A 这个面积当成是A1 那这个面积是A2 所以在这里的P1 实际上就是A2分之F1 那换句话讲 A1分之F1 就是A2分之F2 那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我的F2 我可以把它表示 A1分之A2分之F1 那我就可以利用A1跟A2的比值 我施一个小小的力 然后我的A2比A1大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的F2就变成什么 很大 所以在如果A2比A1大2A的时候 那F2就变成F1的2A 这个就是千斤底的眼里 你们用一个很小的这个东西 可以挤取一辆车子 那它的眼里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一个小小的面积的地方 我施力给它 那这里面全部都是流体 那我们就可以举起来另外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物体 那这是我们说 这是有理力学里面的话 很简单的巴斯卡能力 它的应用 那基本上面在流理力学里面的部分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你们在学物理的时候 或者是以前小时候听故事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的 就是阿基米的眼里 阿基米的眼里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一个物体 如果把它放到这个流体里面 那我把它放到流体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物体会受到一个浮力 那这个浮力到底是多大呢 在更不利的方式 就在以这个物体 排它的这个液体的体积 排它的液体的体积 就是把这整块东西把它当成 用流体来取代的时候 它的这个重量呢 就是它的一个大小 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 然后你就已经知道了阿基米的一个眼里 那关于这个眼里的话 其实你们听过阿基米的故事已经很多了 包含什么这个佛王的皇帛等等 那其实它阿基米的眼里在应用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古怪 那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好了 我们说一艘船 那这艘船的部分的话呢 那基本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重心和福利 它刚好平衡了 它就在这个地方 它重力跟福利平衡的时候 那假设 最高传的 现在起血了 那起血这么多 起血这么多的话 就会沉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重心的位置呢 还是不变的 但是 因为你请血以后 你的福利啊 因为你现在排开的这个水的面积已经比较小了 而且你的福利的重心已经在这个地方 它不会是 这是这个排开的重心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船啊 的部分的话呢 那 我们就看到 W已经在V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了 就是有一个TALK 这个TALK的话呢 就会让船 把这个方向 所以海浪把船 倾斜了一点 那这个福利呢 跟重力的平衡呢 这个船就往这个方向倾斜 所以呢 这个原来斜的船 就又回到原来正的方向 那同样的情况 船方向的倾斜也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也看到这边的福利 它变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的 那这边有一个TALK 是朝这个环境 所以船 因为海浪的关系 去把你倾斜以后 他自然而然 他就会有一个 这个 把方向的一个福利 这个TALK的话 把船把他摆正 这也是福利的 一个应用的部分 和另外一个 你们都知道 鐵達尼他会沉掉 对不对 就是他不小心转到冰山 对不对 那我要问的是说 我们常常在讲冰山的一角 道理 冰山的一角 是占总共的比资的周导 冰山的一角 占总共比资的周导 来 冰山这个福在那里 一定是他的什么 他的重力 跟他的福利 都很平衡 对不对 所以他福在那里 那重力的话呢 就是 就是 这个冰山均的 密度 层上 总共的比资 嘛 冰山的总共的比资嘛 对不对 那福利呢 福利就是什么 福利就是这个底下的体积 这个是他底下排胎的体积 然后底下的什么 对不起 底下 底下这个排胎的体积 然后沉上他的什么 这个排水的密度 这就是他的福利 那刚 冰山均在这里 就是重力 是等于福利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冰山的 这个密度 乘上 所有的冰山的体积 应该要等于 海水的密度 乘上 你底下的体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底下的体积 跟 这整个冰山的体积的体积 就等于 海水的这个密度 分支 这个冰的密度 那海水的密度的话 你如果去查表 大概是1.03 乘以10的14方公斤 每分之 1.m² 那冰呢 是比水小一点 0.97天使的 这个更下 所以你把它算一下 就是89% 所以底下是89% 这里是89% 乘上海里面 所以上面的10有多好 上面的只有11% 你这一块只有11% 所以你会看到 你看到的冰山的一角 其实你就是看到整座陰山的大概10%左右 所以铁达尼號 會撞成这个调的话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是1號 就是跟福利有关系的部分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整个福利的应用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 风险上面是很重要的 包含你的提防 你的建筑 一个赶水墙 这个是水 这个是水 那我说 我气面墙起来的话 那有没有 这个好处呢 我说 基本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个水坝来讲的话 其实是很危险的 如果是一个火火的墙 一定建起来的话 那我们会 我们会发现 你去看水坝 它的建筑一定是这样子的建筑 后面的厚实很多 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建筑方式 那当然这个是跟我们整个 这个压力有关系的部分 所以压力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 假设我们现在 我们在这个深度 OK 如果水坝是H 高度是H的话 这是水 高度是H的话 好 那在Y的位置上面 就是0 或者是说 这个呢 是小H H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这个P呢 是等于T 就空气 再加上0GH 那这个小H的部分 实际上 就是等于大H-1 OK 那我们平常呢 我们会把这个大C压力 它其实是两小一P的 我们把它副裂掉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 勾基H-1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点的范围里头 我们对于这个水坝 所施的力是多少呢 我说对这个水坝所施的力 就是等于A乘账BP 或者是P乘账A 那底A的部分呢 就是我的厚度乘上 我的水坝的长度 L P乘上L P W O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Row Row L H-1 D Y 这就是 在这个水坝上面 所承受到的force 在这里面所承受到的force 他这个force 那我现在我只是把它画得好像force都是一样 对不对 你现在像不是的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你会看到 你把你的total force 把它加起来 就是等于Row 它就是你的total force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G 起来的话 我把它直接接G 起来的结果就写上了 G F H 所以你现在知道 你的total force 其实是跟你的h平方成比例的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force h越高force的平方越大 它其实是 这个force是 它的大小是h平方的 所以你判断的是 为什么我这个水坝的厚度 要做一个 跟这个深度 大概h平方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好 这是total force 写的一个部分 告诉我们说 这个水坝 你列高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所受的力 它是平方的一个关系 那同样的 这个force 如果这是支点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force 是什么 是可以把这个水坝 有一个total 要希望把这个水坝 把它什么 翻掉 那这个到底total是多大呢 我说total的大小 你如果以这里为支点的话 那在这里的force 那就是rcosf 就是ycosf 那我的force 就是ycosf df的大小 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rcosf gloh 所以我把我的total total的total加起来 total的大小是等多少呢 从y从0一直g大h ycosf g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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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6分之1 yloh g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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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你的total rh 跟你的h的三次方 這個比例 所以看你 为什么我们说 台风来的时候要泄洪 因为台风来的时候 你的水位 增高的部分 要把這座水壩打掉的這個tock 是跟你的水位的三式化 它不是只有 Hotall force是平方關係 它還想要把這個水壩翻掉 翻掉了 它是H3之中的關係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什麼 然後這個水位降到我的安全 水位的位置上面 才是被這個水壩 這個是一個穩定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說 如果我以這個total force來看待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total force 跟我的 這是total force 作用在哪個位置上呢 那你把它看一下 這個位置大概是3分之H的位置 你就是說你可以改 視為你的 你的total force 是在3分之H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這個高度是3分之H的部分 這是你的total force所作用的 total torque所作用的一個底 OK 你看到了低速的上面的H 所以以水壩的一個線子來講的話 下面這一塊需要保護的情況 從H從這裡面 你都看到了H的大小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好 只是我們在流體力學裡面 這個寫的比較常見的一個例子